大家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質量大M的物體 靜置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以細繩通過理想的滑輪 跟另外一個質量連接 如這個圖所示 所以這個應該是桌面 這個是光滑的桌面 那求大M的加速度是多少 大M的加速度 還有繩子張力 繩子張力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我們把對象定在這裡 這物體受了幾個例 受了繩子張力T 還有重力 重力比較大 MZ 減掉T F等於MA 再加速A 然後再把對象定在這裡 張力T 就等於M等MA 大MA 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後這個T消掉 MZ 等於 大M加小M的A 那這樣我加速度就可以算出來 加速度 大M加上小M 大M 大M小MZ 好 再我們看呢 神的張力 神的張力的話 你就帶進去好了 大T呢 是等於大M A A 是這個 大M加小M 我們這MZ 所以這個等到上 大M加小M 大M小MZ 是 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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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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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